在電影《變形金剛》的飛車追逐片段裡面 原先行駛在市區道路的兩方人馬 突然就跑進了像是地下道的空間裡面 有斜坡道往上連通 而支撐結構的柱子 細到看起來大概就只是個地下停車場 結果下一幕畫面往上衝 原來上面是繁忙的市區道路 另外一個爆破的片段 則可以看到河岸旁邊的平面道路 其實是被梁柱撐起 下面還有兩層道路的結構 這些電影場景都是來自於美國的第三大城芝加哥 這種路上有路路下也有路的特殊路網 來自於這座城市的地理環境 芝加哥位在五大湖的密西根湖湖畔 同時也相當臨近美國第一大河 密西西比河的支流 於是在1848年 連通兩個水系的伊利諾州和密西根運河開通 從此奠定了芝加哥作為交通樞紐的地位 然而這塊地原本是湖泊旁的沼澤 地勢比較低洼 所以只要一道雨季 芝加哥就像是浸泡在水裡面一樣 這種潮濕的環境也助長傳染病的擴散 想要處理淹水的問題要嘛天空不下雨 不然就是要有一套排水設備 於是芝加哥率先全美國開始建造下水道系統 但是因為相對於周邊的密西根湖或其他河川來說 芝加哥的海拔高度並沒有高出多少 即便有了下水道系統 污水還是可能會滯留在城市下方無法排出 於是當時的工程師提出一個非常瘋狂的點子 也就是把整座城市直接墊高 從1858年開始芝加哥出動大批的工人 各自操作千金頂 直接把街區抬升兩三公尺的高度 也有些建築物是選擇把一樓填平 讓原先的二樓當成新的一樓使用 等到下水道建置完成之後 上面就可以直接鋪上新的路面 不過這並不是讓芝加哥出現路上有路 路下也有路的奇景的主要原因 反而是來自於一旁造就芝加哥 成為重要交通樞紐的那條運河 運河的寬度不寬 兩岸要聯絡還要特別搭船的話 就太沒效率了 可是如果要蓋橋的話 又會遇到船隻限高的問題 所以跨越運河的橋樑只能蓋得更高 雖然後來出現開河橋的形式 可以向上開啟清除水道的空間讓船隻通過 但是開關的太過頻繁的話 那乾脆不要蓋橋算了 所以為了讓小船可以直接從橋下通過 新蓋的開河橋還是得要有一定的高度 而這當然又會比原本已經為了下水道系統 墊高的市區還要來得更高 當主要乾道陸續蓋起跨越運河的橋樑 跟兩岸道路高度不一致的狀況 可能會造成一些土地利用上的浪費 想想看大台北地區跨河的橋樑都被拉得很高 橋樑引到下面的街區 因為人、車都從橋上通過 發展上受到比較大的限制 如果同樣的狀況放到芝加哥 一個因為運河而蓬勃的城市 最靠近運河、最精華的地區 總不能被橋樑搞到沒落 既然這樣的話 那就再把市區道路墊高到跟跨河橋樑一樣高不就好了 不過這次的做法跟1850年代不太一樣 是選擇在既有道路上方架起梁柱直接加蓋 來往橋樑的車輛就走在上層 而且不只是直接連接橋樑的道路有加蓋 連其他橫向的道路也跟著往上架高 臨近運河的街區產生層層堆疊的結構 位在上層的道路主要供往來的車輛行駛 大樓的大門通常設置在這層 而下層的道路則主要給貨車使用 卸貨區跟停車場的出入口通常設置在這層 原本的道路在這樣加蓋之後 反而變成比較像是大樓的地下室 但是路網仍然持續使用 所以就會看到地下的路口跟地下的紅綠燈 等到1970年代 命名為伊利諾市中心的都市開發計劃案 開始執行之後 又在原本的雙層路往上方 蓋出第三層的道路 整個結構就真的變得跟地下停車場一樣 路上有路路下也有路 通往下層的切坡 就剛好常在通往上層的切坡正後方 讓芝加哥市中心成為超大型的立體迷宮 如果在台北車站就會迷路的話 想必是沒辦法去芝加哥自駕旅遊了 而講到車站 芝加哥現在另外一個經常出現在影視作品裡面的場景 就是那個十字交匯 又同時可以切換到不同方向的高價鐵路系統 相對於國際上城市內的軌道運輸系統 也就是我們常稱呼的地鐵或捷運 是以地下作為主流 芝加哥的捷運在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 直到現在八條路線當中 只有兩條有地下的路段而已 而在市中心更是有高價的環狀鐵路 大部分列車會進來繞一圈之後 再回到原本的路線 芝加哥人把他們的捷運暱稱為L 來自於高價的英文Elevate的前兩個音節 所以為什麼芝加哥的捷運會以高價為主呢 大概還是跟地理環境脫不了關係 早在1869年 地下穿越運河的華盛頓街隧道就已經完工 後來也有路面電車行徑 但是陸續發生漏水 甚至是隧道頂部突出河床 造成船隻擱淺的事件 還要拆除改建 最後落得被填平的命運 而除了過河隧道之外 芝加哥還有弟弟的貨運鐵路 遍布範圍幾乎涵蓋了市中心的各條幹道 其實這個地下隧道網 原本只是要拿來鋪設電話線而已 但是後來計劃遭到變更 決定改鋪鐵軌 來載郵件、貨物以及煤炭 可以直通到大樓的地下室 還蓋了幾座電梯往來上方的市區 整個路網長度接近100公里 相較起來高雄捷運也才不過59公里而已 重點是這個地下鐵路網只拿來送貨 並沒有拿來載客 但是它的郵件服務顯然沒有收到好評 在跟郵局合作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 就因為遞送的速度太慢而被取消了合約 而且芝加哥並不產煤 之所以會需要運送煤炭 是因為當時冬天需要燒煤取暖 等到了1940年代 天然氣開始取代煤炭 業務更加萎縮 而且因為路網嚴重受限 送貨的效率明顯比不上卡車 最後在1950年代 營運公司宣告破產 隧道跟著被廢棄在芝加哥的地底 結果在1992年跨河橋梁在維修的時候 不小心把地樁打進了貨運鐵路隧道 河水有金隧道成了名副其實的制洪池 而且因為地下貨運鐵路 原本就跟大樓連通 洪水直接淹進這些大樓裡面 還造成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在早上就提前修飾 原本為了防止水患而墊高的市區 在一個多世紀之後又再次泡在水裡面 不只造成20億美元的損失 也讓市民再次想起來 芝加哥不只有外頭層層堆疊的街道而已 就連地底下都還有好幾層被廢棄的隧道 到了2018年 馬斯克的無聊公司得到了連結芝加哥 跟歐海爾國際機場的高速鐵路標案 由於這個計劃會需要在芝加哥市中心開挖隧道 使得大洪水事件發生的20多年後 地下的廢棄貨運鐵路又再次回到民眾的腦海 擔心是不是又會再次造成市區大淹水 不過這個計劃最後在2021年被官方證實已經取消 不知道下次地下貨運鐵路再次浮上檯面 又會是在什麼樣的場合 所以說這邊要來跟大家介紹地底城市這本書 你所不知道的神秘空間、奇景、交通網絡與指揮總部 書裡面就是要介紹城市的腳下有哪些奇特的構造 我們來看一下目錄 每一座城市下面都有介紹特點的小標 像前面講到的芝加哥下面就寫高架之城 那當然啦,美美的照片來講說地底下有什麼東西一定是必要的嘛 而且講到地底,大家最直覺聯想到的一定就是地鐵嘛 不只有地鐵路網圖 連下水道啊、電信管信啊都畫的蠻仔細的 那這裡旁邊還有相對深度表 說不同的深度有什麼東西在那邊 像這個是紐約啦,旁邊畫的花花綠綠的 那最下面呢,150公尺深的地方有一個紐約三號供水隧道 這次影片有不少地方是參考這本書的 那其實芝加哥地底下還有很多奇特的設施 尤其是排水的部分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多多探索囉 只要在影片下面留言我們就會抽出三本 其中一本是只抽給會員的 得獎名單我會放到YT的社群分頁 那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亮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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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澆